韓式料理各式各样的小菜 有民众看到毛豆上桌 兴冲冲的夹了一根来吃 没想到就是吃了这么一口 后悔到不行 还感到恶心生气 毛豆外观完全看不出来 就是有使用过的痕迹完全看不出来 全部都是空的 我们才发现那是人家吃过的 当时民众一对夫妻 到苗栗一家连锁韩式料理店用餐 太太先夹了一根毛豆来吃 发现咬不到豆子 后来先生也夹了一根也是一样 两人当起柯南整盘扒开来检查 结果发现全都是空豆匣 心里闪过不会吧 询问店员你这盘小菜是人家吃过的吧 店员说不好意思 要掉监视器厘清一下 没想到一查发现真的是员工放错 把厨余和要出菜的全放在一起 承认你们把别的客人吃过的毛豆 放到我们桌上让我们吃饿 我承认我有调查了 夫人和先生犹新确诊 不少人听了也直呼好饿 现在有点反胃 我是觉得很恶心 将责成业者加强员工的教育训练 苗栗卫生局货报发动机查 而店家则紧急直写 目前的话就会先下架这个小菜 毛豆吃过了还端出去 让别的客人吃 连锁餐厅员工教育训练 明显有问题出了包 民众吓到心里产生阴影 店家声誉恐怕也受到影响 记者彭志敏 韩志欣王世函苗栗采访报导 海华XO干贝酱 这一罐很厉害很威好吗 它的蛋白质是鸡啊牛啊虾的三倍 这么好的干贝酱要去哪里买 是我们上我们的中天快点购的 电商的网站 搜寻你就可以找到咯 好希望大家爱用咯 我们下期再见